有人狠心虐待动物 这次遭殃的是可怜的流浪猫 在新竹市有狠心的虐猫人 拿扫把树枝甚至石头猛攻井 躲在这个轿车底下的流浪猫 就连刚出生的小猫都不放过 这扫帚被打到断 小猫咪惨死 网友公布了这一段监视画面 请大家帮忙揪出狠心虐猫人 深夜监视系路上 两只流浪猫站在轿车旁边 不久跑进轿车底下 时间经过30分钟 只见两个身穿休闲运动服的女子 拿着扫把和树枝压地身子 朝车子底下狂挥 到车底下就会打 而且这边打不够 大概有三四个人 这边打不够 还蹲到另外一边去 两边这样子去打 显然又打的是猫咪 这边打不到换另外一边 两个人绕着车子走来走去 就是要把猫咪赶出来 甚至还用石块攻击小猫咪 车主林小姐发现 车底下都会有石块和打断的扫把 连车子板筋都被石块砸到凹陷 那个丢的那个力量之大 把他整个车子的板筋 都整个都打坏了 那居然有人残忍到说 连不是只有打母猫 连那些那么幼小的小猫都不放过 车主林小姐马上钓跃监视器 还公布虐待猫咪的过程 希望民众指认 帮忙抓到残忍虐猫的人 记者中部综合不倒 虚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